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们抬头时发现李黑水好整以暇 正在用龙纹黑金圣灵剪修指甲 无比的悠闲 两人的脸色顿时由白转轻 而后又变成了紫色 这实在是气人 如果不是考虑在鸡家的石方 他们真想杀人了 啪嚓一声 李黑水用力将巴掌大的石头摔在地上 四分五力 并无其真出血 他脸色铁青的站了起来 在这一刻 他感觉天旋地转 差点吐出一口血来 十二万金元 全打了水漂 什么也没有切出来 这明显是被坑了 惨就一个字 人生没有第二次 你们 李水气得浑身哆嗦 用手指点叶凡两人 怒发冲冠 李黑水大笑 我们是什么 你们我们呢 抢我们的石头切不出锡针来 还要怪我们不成 李水与杨坤眼前发黑 气得有些发懵 真的差点昏死过去 这个亏 吃得太爆了 用紧心机抢夺他人的骑士 到头来却是自食恶果 那根本怪不得别人 纵然如此 两人也是蹊跷生烟 头发都快燃烧起来 想扬天长笑 这俩老帮子 真惨啊 上当受骗了 自己往坑里跳 半点脾气都发不上来 十元外 所有人都在议论 很多人都忍不住嘲讽 大笑起来 这是自找的 刚才他们那么精明 夺人家的缘 结果呢 却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那个少年也是真够可以的 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等着人往里跳呢 谁能想得到啊 都是贪婪惹的祸 嘿 这个是个技术活 绝对算是一门艺术 李黑水一语于双关 站着说话不腰疼 很多人忍不住大笑 李一水与杨坤想吐血 被人如此艺术的 坑了一把 还被调侃 任谁都受不了 叶帆走向另一块 天价七十 轻轻的拍了拍 其实这块也不错 我比较看好 众人呢 又是一阵大笑 李一水想吹他 用他的小圈圈吹他 这种话语 让他亲和一看 杨坤更是一甩 跑朽气的 走出了石垣 拓跋长冷声问道 你玄号失了没有 在他的身边 那块人头大的神圆 静静悬浮 神盲四射 分外炫了 石皮也难掩生滑 已经悬好了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他并没有动 最后那块天甲七十 而是将羽化 飞仙石旁边的 一块石头搬了出来 这块石头很普通 能有碾子那么大 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通体呈暗青色 形如一个石段 天字号石垣 都是真实 这块石头价值三万几元 虽然价格昂贵 但根本谈不上镇源之宝 方才 叶凡在看羽化 非仙石时 以原天神觉 探过此时 亏到了一丝妙处 让他心中震动 他不知道 这是不是石王 但想来 不会差到哪里去 叶凡郑重说道 请诸位员备助我 封住这片空间 所有人都露出惊讶之色 难道还真能切出绝世 西针不成吗 要知道 拓跋城可是切出了神源 几乎不可超越了 吴子明冷笑 你还真以为 能切出奇针来啊 方才 他们的师门长辈 杨坤被坑 他看在眼中 愤愤不已 却也帮不上什么忙 李重天也冷笑 我总要看看 你能切出什么来 幻灭宫的太上 张老李一水 则一言不发 脸色铁青的站在一边 十二万金元 打了水漂 还在这里压了八万金 一群糟老头子 围了过来 尽管对叶凡的元鼠钦佩 但也不太看好 他能够切出 比神缘还珍贵的东西 不过 众人还是合力 撑起了一片光幕 封锁了此地 而石缘的守护者 那名肌肤经营的 银发老人也走了过来 以防意外发生 李黑水暗中提醒 你不是说有失亡吗 别又被他干扰了判断啊 放心 这次我以原天秘书确定 此时内 必有惊世其真 叶凡肯定回答 不过呢 他还是有一丝不确定 总觉得这是 李一代桃江 并不是真正的石王 叶凡心中自语 拓跋昌切出了神缘 我又选到这样一块石料 如果都是石王的替身 那可就相当的恐怖了 真不知道石王中孕育有什么 他开始小心的切实 双指粘住龙纹黑金圣灵解 不断将石皮削弩 远处所有人都跟着紧张起来 因为人们发现 他的姿势很古怪 似是要随时撤身而去 打下皇子就在旁边 古兄袁术竟然 难道真的又要切出绝世 戏真了不成 妖月空一身紫衣 双眼有紫芒闪耀 有妖神的气质 也许真的会有惊喜发生 安妙依浅笑没有说什么 一双妙妙目 在叶凡与拓跋昌身上 扫来扫去 至于一群老头子则 神色正重 指尖神盲闪烁 竟都做出了要出手的准备 毕竟 叶凡切出过太古神耀与圣灵剑 这些人对他方才的话很重视 叶凡运剑如飞 碾子大的轻石快速变小 石皮不断脱落 最终当石料只剩下半颗人头大石 吴子明与李重天 终于忍不住冷笑了起来 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怎么能与人头大的深渊相比呢 纵然是幻灭宫的太上长老李衣水 神色也渐渐缓和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不再像刚才那么阴沉 不少人摇头 觉得叶凡必输无疑 就连李黑水都有些紧张了 强的一声 当叶凡以黑色小剑斩下又一块石皮后 突然一道斥裂的神盲射出 让人睁不开双眼 所有人都震惊 许多人都张大眼睛仔细观看 叶凡连续挥动小剑 石皮坠落 半颗人头那么大的一个石球 被切了出来 透过石皮 数十道神盲冲天 将这里映照的一片璀璨 古树都沐浴在深光中 一片碧绿晶莹 花朵都神圣了起来 朔朔放光 很多人惊呼 沈云 沈云 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块 沈云出事 半颗人头的 最保守的估计 也价值二十五万金元呢 有一名老头子吃惊的报价 天哪 又切除神圆了 不可思议啊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一日切除两块神圆 纵然是在过去 也没有发生过多少次 假之连城 这种稀释神物 为何接连出事 所有人都在议论 就连白衣小泥骨 都忍不住挤上前来 好奇的 眨洞大眼观看